看到的是第三届能源会议今天展开了 而这次会议的争议不断了 也有环保团体杨盈要来抗议 我们现场情形交给记者蒋七美 告诉大家 七美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朋友 早安为期两天的全国能源会议 在今天早上正式开始 一大早总统马英九以及行政院长刘兆选都照常支持 同时马英九总统呢 他也宣示了在与我国家未来的能源政策 将检固经济发展社会公益 以及环境保护这些重要的原则 不过呢在场外却聚集了环保团体正在进行抗议 我们先来看一看场外画面 反和会台湾 推动再生台湾 再次反和会台湾 反和会台湾 推动再生台湾 推动再生台湾 公送能源会议代表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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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 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在场外有将近三四十名的环保人士 他们是高举的反和非和家园的标语在呼喊口号 这是由于呢 原子能委员会的官员指出台湾公司目前正在逐步完成 现有的三座台 核能发电厂六部机组在四十年运转期满之后 是不是要延长运转二十年的可行性评估 并且预计会在这两天的全国能源会议结束之后就正式提出申请 因此呢 这样的消息也引起了环保人士相当的紧张 他们认为这样子跟台湾就非和家园的一个理念 是背道而驰的同时呢 也象征了台湾 核能电发电在台湾的全面大复活 因此选在会议进行的时候 在场外发表他们意见 希望政府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 一向就现场最近情况 把现场交还 彭丽主播 好 谢谢